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她最后选择了顾位 相信顾位 都会有啊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偏见 刚开始可能会着急焦虑 想去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 后来你发现其实没用了 你就是去做给大家看 早晚一天就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种声音你就会发现慢慢就会没有了 我觉得是被需要 我觉得救赎什么的这个东西可能离我们都很远 至少我生活都是比较的健康跟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并不需要被这种生活中谁来救赎我 就我自己过得也很开心 那我可能需要的一个是一加一大于二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更开心 或者我们的生活变得比我自己的时候更美好 我喜欢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谈恋就是被需要的感觉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然后我们要粘在一起 而且是对对方其实是有要求的 而且安全感会走得更远一些 你首先让这个场子大家都很愉悦 不尴尬 大家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要很认真看着对方去倾听 让对方觉得你是在尊重他 他就会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对 主要是认真倾听这一点 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大家这个工作都很累嘛 节奏都很快 我自己如果选的话 我肯定是希望看一些治愈跟温情搞笑一些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眼睛搞笑方面的戏 就不是说那种无厘头搞笑 是真的很接地气 让大家看完会觉得真好玩 很生活 想继续追下去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在温馨当中 你又很真实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戳到你的泪点 我很喜欢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余生就是 其实它没有很大的戏剧矛盾的 它唯一就是我的父亲得了胃癌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出轨 劈腿 小三 竞争 什么坏人 我们这个戏里是完全没有的 它其实是一部很平淡的 然后又很温暖的 这么一个很温情的故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里面的人物没有完美的 就像大家女主嘛 前两集就会说 她的人设怎么会是这样什么什么的 如果我这个女主人公是完美的 那其实这个故事我就不用有成长了 其实也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东西 所以就是因为她有缺点 我觉得才可爱 然后她才会有成长的过程 她跟余生两个人互相治愈 然后互相一起走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